各位觀眾早晨,歡迎收看要財財經台環球追蹤 我們先來看看昨晚美股的表現 昨晚美股反覆下跌 而聯儲局公佈了鶴皮衰表明 說美國經濟依然疲弱 再加上有報導指出 說歐洲在達成解決債務危機上的方案依然存有距離 說法德兩國還未達成擴大歐洲穩定金融基金規模協議 談判可能延遲到這星期尾 令投資者再度擔心歐債的問題 昨晚美股 杜瓊斯指數早段升超過56點 企後由升轉跌 最多跌超過8點 收報是11504點 跌了72點 跌幅有0.6% 標準捧役500指數收報是1209點 跌了15點 跌幅有超過1% 納斯特克指數昨晚跌了53點 報26004點 跌幅有2% 港股在美國上市預托證券方面 造價是較本港收市普遍下跌 見到匯控收市折合港元做63.43元 是較本港收市跌接近1% 中石化收報7.25元 是較本港收市升0.2% 中聯通15.49元 升0.4% 中石油9.62元 跌接近1% 中海油方面 13.16元跌0.1% 中國移動75.86元 跌了0.4% 中國履業 3.61元 跌超過2% 看看國壽 18.61元跌超過1% 歐洲股市方面的發展 歐洲股市昨晚顯著上升 倫敦富士100指數升了40點 報5450點 法蘭克福Dex指數升了36點 報5913點 而巴黎Cat指數升了16點 報3157點 看油價方面的走勢 見到油價下跌 雖然美國原油庫存出乎意料減少 一度推高了油價 但歐債問題依然困擾市況 股市表現波動 令油價繼續受壓 見到紐約旗油跌了2.23美元 收報於每桶86.11美元 跌幅超過2% 而布蘭特旗油跌了2.76美元 收報於108.39美元 而能源資料協會公佈了 上星期原油庫存意外減少了473萬 汽油庫存跌了332萬 跌幅較預期大 再看看金價方面的走勢 見到金價延續了過去兩天的跌勢 而投資者買入了黃金期貨 作避險資產需求也轉弱 而紐約期間跌了5.8美元 收報於每盎司1647美元 跌幅有0.4% 再看看匯價方面的走勢 見到歐元的匯價是靠穩的 而市場觀望今星期美舉行的歐盟高峰會 而早段美國也公佈了 9月份的新屋動工上升了15% 創了17個月以來的新高 亦超出了市場的預期 而令市場的承受風險傑逆幼增加了 而歐元對美元一度上升 觸及1.3914美元的水平 其後就回落 最新是1.3766美元 看看美元的匯價 美元對港元做7.7769 日元76.814 歐元1.3773 英鎊1.5776 瑞士法郎0.9025 家元1.0183 澳元1.0249 紐元0.7934 再看看美國國庫債券方面 見到10年期債券的知識率是在2.17 而30年期是在3.18 再看看市場方面的數據 美國勞工報公佈了 消費物價在9月份上升了0.3% 升幅是3個月以來的最低 在8月份的升幅是低了0.1% 而扣除了食物和民原核心消費物價上升了0.1% 升幅是6個月以來的最低 和8月份的升幅比較同樣是低了0.1% 而經濟師本來就預測 消費物價會上升0.3% 核心消費物價會上升0.2% 我們現在將時間交給貞貞貞 繼續看看環球股市方面的走勢 謝謝Lisa 介紹一下今早在我身邊的嘉賓 有我們的研究部分析員李慧嫻小姐的Hannah 早安 Hi Justin 我們先看看亞太區股市方面 東京易經平均指數跌64.8708點 韓國收入綜合指數是微升13點 做1869點 而至於台北加權平均指數方面是跌11點 做7342點 亞太區方面也是個別發展的 我想看看昨晚美國方面 看到美股也是輕微低收 其實近來市場上的消息 真的如意滿天飛 好像早幾天 德國各方面 財長在歐債方面的問題 不可以在一個星期或一時之內解決 之後有人出來澄清 又說消息可能會有好轉的跡象 只不過到昨天 又看到有人說 德國和法國其實還未達成協議 其實消息非常之亂 所以即使昨天美股方面公佈的兩項數據 都是超出過預期 比預期好 但都沒有幫助到股市 都是輕微低收 我想問Hanon 其實對於今個星期 美的歐盟高峰會 你有樂不樂觀呢 你說看今個星期日舉行的歐盟峰會裏面 基本上會不會達到一些很具體的方案呢 其實你說看未必會有些很具體的方案可以落實的 但是你說看由於德國方面和白國方面 就拯救整個歐債危機 都有一個比較堅定的意志 所以預計都會有一個框架出來的 你說看最新引述比較權威的一些報導去說 就是最新的一些消息就說到 德國已經是同意了透過槓桿的形式 去擴大整個EFSF的規模 去到1萬億 你說看回這個規模 雖然你說當初較 較如期為2萬億和3萬億 是稍為低一點 但是你說擴大EFSF方面的情況 基本上已經是突出一個良好的一步了 再加上本身來講 就是看回整個德國官員方面 歐洲官員方面 其實你說看回當他們願意共同合作的話 基本上已經可以初步舒緩了 整個歐債危機方面的一個信心 你說看回大致在歐盟峰會舉行之前 大致來說整個市場勝出都是樂觀的 你說看回都見不到 就是會影響股市大跌的一個機會相對來說是比較微的 當然你說看回現階段來說 都要留意說 就是法國方面的主權評級 是不是在短期之內 有機會會被下調 因為你看回相關的一個因素 對你說整體歐債的救援行動 將會有一個是幾大的衝擊在這裏 要知道你看回整個EFSF方面的一個 就是救援的一個基礎 就是建基於一些在3A方面的一些救助國家 所以我們看回如果法國方面 它喪失了3A方面的評級的話 基本上說原本就是4400億的EFSF規模 有機會將會被削減的三分之一那麼多 所以說看回未來方面 或是最能夠影響就是成功勾債危機的一個壞消息 將會是在說未來方面 發覺會不會有被降級的機會 如果說真的萬一被降級的話 將會才會令到股市方面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下挫 那會不會到完美為止 都會推出一些比較具體的救助措施 會不會在美股方面 直至到月底都會比較波動一點點呢 沒錯你說看回美股方面 你看到近日方面都見到一個聲聲跌跌 不算說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方向 我們看回美國數據方面 就是樓市數據出得好也好 都未能夠帶動回美股方面 上破就是11,600點的一個大關 現階段整個美股方面的一個走勢 都介乎就是10,600點至11,600點 這個是水平 到一個是上落的一個情況 你說要等待回歐債機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明顯的 就是利好消息出台之後 才可以帶動回美股上破 11,600點 這個是橫行區的一個頂部 否則的話其實預計回 接下來方面都會在10,600點至11,600點 這個區帶來配匯的 好 麻煩你Hannah 我們看看港股方面的開設表現 幾多恆生指數就是跌111點 是做18,198點 成交方面有10億多點 而至於期指就是低稅74點 18,125點 是下跌166點 成交量3,300多張 至於國企指數就是跌超過1% 是做9,338點 下跌就是110點 我們這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會有開市錦浪的環節 家庭觀眾 記住留意我們要財財景臺 稍後再談過